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接收地球大小事 昨天解放軍的軍機白天的時間 白天的時間來了52架次 52架次裡面殲16有38架次 轟6有12架次 晚上的時候呢又來了4架次的殲16 那在在防空識別區的邊緣貼著邊緣飛飛行大概是標標準的飛行路線 好那呃這個這個這飛使得昨天的昨天出現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跟防空識別區邊緣的解放軍的戰機的總數 來到了56架次 那當然在創單日新高 好這個讓讓我到前一天呢的昨天的時間我們也花了一些的一些時間包括在正面的夢配呢去去分析 當我我我我能夠我能夠做的是是分析跟判斷 那分析跟判斷分析當然從事實的基礎判斷的話是不是準確當事後去印證 在過去解放軍的軍機這種的大規模的大批次的同一天的集中的出現 他通常一定跟某一些的事件有關就是他他他必然想要針對某些的事件 然後透過這種的帶有演演訊但是呢編主呢非常的複雜 那呃你看說昨天的這幾天的編主都是戰鬥隊形的編主 架次不一樣但是他的編主的形式呢都是戰鬥隊形的編主 呃昨天早上時間我還我還講說這這次轟6K呢沒有沒有來轟6K呢甚至於呢 量的非常少但是昨天的轟6K呢12加出來 好那 在過去的 因為因為解放軍的軍軍機大規模的出海 繞台這件事情是最近三年的事情 他當然 你回頭去看這三年他也表示了兩岸兩岸關係 尤其在在軍事上面的 呃 格格空筆劃的較量跟試探上面 他到了一個新階段 因為不要光看一天啊一天一天是時間在過的時候啊你在看這事件時候所謂溫水煮青蛙就說如果你只看一天 搭搭搭搭的那個時間的移動 你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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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略的就一個趨勢性的東西 那解放軍的這三這三年多的時間裡面 那種大規模大批次的出海的這軍機繞台的情況 呃已經常態化的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呃他出海的編組的形式也越來越穩定越來越成熟像最近的幾乎呢都是以殲16為主 那以以蘇30為輔就快速機來講 那搭配的這些的電站機啦 然後呢反反檢機啦 以及轟6K 的這種的組成的方式 那這一次這幾天的時間因為從10月1號今天5號10月1號到10月4號 這四天的時間那光是我這邊統計統計下來 呃因為因為總共是93加5056嘛 那就100100149就架次 已經接近150架次 149架次裡面的快速機 快快快快速機呢就有就有100120幾架次 那其中 呃殲16殲16呢前前三天呢有剛好80架次 那昨天殲16又來了又來了38架次 所以呢光是殲16呢就來了118架次 你可以你可以說在149架次 4天149架次的解放軍的軍機 那大批次的出海 的帶有帶有這種的威嚇味道的戰鬥編組的但是飛行的軌跡都很穩定很固定的這種的有演訓性質的 大批次出海里頭 快速機尤其殲16已經明顯的成為他的主力 那因為昨天的昨天的出海除了戰鬥隊形之外 我不確定就掛彈的情況怎麼樣 因為我沒有我沒有看到包括新聞當中沒有太細部的這方面的問題 台灣的軍方也沒有太細部的 呃去去去去去說明就說在 在攔截的過程當中的看到這些大批次出海的解放軍的軍機的掛彈的情況 那我昨天有稍微提到就是說殲16殲16本身的掛彈能力是很強的 他作為一個 一個能夠能夠 滿足充分滿足解放軍的在 如果解放軍武統台灣的時候的需要一款的空軍空軍的主力 他不只是在空中空中的殘鬥 由由尤其是尤其是反艦對海的攻擊上面來講 有有很強的攻擊能力 因為制空權跟制海權是台海 兩岸作戰的最關鍵 制空權制海權 那大部分 大部分的戰鬥的都會在空中跟海面的就結束 那空中跟海面制空權制海權一定了之後 後面在在講的 向戰啊 這後背動員啊 那個我 我覺得都 他們讓我覺得 我覺得不太會發生了 這基本就是制空制海權 那殲16的現在是主力中的主力 不過他有些的他有些的他有些的慣性跟過去不一樣 那第一個慣性就是我剛講過去過去解放軍三年多的時間 更個更早的時候數字我沒看了 因為月子這之前的數量非常少一兩家等等但是 這三年多以來 當你當你發現數大便是美的那個 就是說以數字 以數字來寫日記 寫 新聞的那種的操作模式的時候 他多半的多半的 遵守一個 事不過三的原則 就是 會創紀錄的這種的這種的批次 架次 通常兩天 他會很密集 通常這連續的兩天 那會出現 或者三天裡面的有兩天 那會出現了 創創紀錄的 批次架次 但是在過去 因為都壓壓縮在 一開始是十幾架 然後呢 二十幾架 但是 這幾天的時間 三十八架 三十九 九架 然後到五十六架次 那那個已經 整個的都拉高 而且 在大陸的十一國慶的期間的時候 四天的時 時間 有三天 三十八 三十九 五十六 另外還有一天的 是十八架次 這麼密集 那天天來 他有可能在預告的就說 因為大陸的十一長假 還有 還有 還有三天嗎 那未來這三天 可能都還是會來 那 重點就是說 那到底要 要表達表達什麼 因為 在過去的那種的 操作模式 在這幾天的 這幾天的解放軍的軍機的大規模的出海 他被打破 但是也有一些是沒有被打破的 沒有被打破 就是說 他的飛行軌跡都還很穩定 很穩定就是 他都還是呢 從 第一個他沒有 他沒有對著海峽 中線直接衝過來 如果對著海峽 海峽中線 直接直接過來 如果使用到的是 使用到的是台灣當面的 福建 的幾個 機場 那從那地方起飛 而且飛行的軌跡 是先直接 衝著台灣來 那那個 那個對台灣對民進黨表達不滿的 味道 當然就就非常的強 但我不說現在這種的處理的方式 就就沒有沒有在警告民進黨的味道警告的味道當然還是很濃厚的不過我們把這這幾天 呃軍事跟非軍事的東西做一些的做一些的比較呢大家待會兒你再你再你再判斷一下 那 到這幾天的這個數數字到 4天的時間149架次的時候 你看得出來台灣的台灣的軍方以及 你不太能夠感覺到但其實已經很清楚的就是說 民進黨政府 是真的開始緊張了 呃他裡面有一些屬於專業的部分剛剛講就是說包括 殲16 那 殲16已經已經到118架次 如果如果你你你再把 再把這個說輸30少部分的殲11算算算進去 快速機已經到 4分之3 表示他的 他的 以殲16為主的戰機的 妥善率 所以他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很密集的 升空 然後然後呢 做做基本上長航行 因為那個那個航程還蠻長的 那 做做各各種的就是說呢作戰隊形的部署 跟準備 那 戰機的 妥善率啊 他基本上面可能是最少在這次你會會看到的 光光是 殲16 118架次 4天的時間 平凡的上來 我說殲 殲16 殲16估計解放軍 現在的殲16 大概在150架次 一百 一百 50 但不會不會超過 200 數量上大概是 是這樣 好那但是因為他的飛行軌跡沒有沒有碰觸到海峽中線海峽海峽中線總是個警報警報器碰到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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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臺灣的臺灣的整個防防空警警戒臺灣的西西西側的所有的所有的這些的飛彈的部署跟幾個進行區的那個警戒 就就全面升高就就已經是在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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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本島本島空房的警戒狀態但是解放軍即使來了149架次他沒有他沒有碰海峽中線 他仍然循著過去的就說呢長航長航的演訓的那路徑出來了之後然後呢然後呢繞過了台呃 海峽中線的南端 然後呢在南端呢 臺灣跟東沙島的中間的地方的切出來 臺灣防空識別區的西南角切過 切過了之後呢然後呢走巴士海峽部分並不是全全部都都進巴士海峽 走巴士海峽然後呢到臺灣的東南角 然後呢再回來 那後面的部分呢 基本上都是貼著臺灣的防空識別區的邊緣 只有從西南角切出來的時候會碰觸到臺灣自我設定的防空識別區 可是切過西南角之後基本上就是貼著臺灣的防空識別區走 這個路線如果你要說 他是對對臺灣做強大的施壓 不是 好換句話說 臺灣當然在臺灣的周圍在臺灣的防空識別區周圍 然後這麼密集的大批次的大量的快速機的主力戰機 的出海 臺灣的軍方臺灣的官方當然是要有有反應 可是這個反應是說如果如果你要把它解讀成就說 這一波的解放軍的就是要給臺灣很大的壓力 甚至於看到有一些的 朋友們開開始有有一種的武統開始的興奮感 說在那個 那那你要去判讀我只能說 最最早從 從從所有的資料來看 我不要說內行外行 我說就不是 好那上個今天今天10月5號嗎 一個一個禮拜前9月30號9月30號是上個上個星期 星期四 上個星期四 陳鋒欽和我在主持 政經龍鳳佩的時候 當天政經龍鳳佩的標題 我為大家記不記得 後來後來後來 因為標題中間有時候我們會稍微修改一下 原來的那個標題的我用的標題是 風向極亂 那個是9月30號 是解放軍的軍機都還沒有出海前 我說 風向極亂最近的風向非常非常亂 他是很難用很難用一個 一個慣性的 系統性的 或者單一邏輯的線性分析的方式 去推論 因此所有的所有新聞當中的分析變得非常的困難 包括我 我在內特別像我這種新聞個體戶 但是9月30號的當天的早上的時間 我說風向極亂 然後呢加上我下的大標題是 叫 兩岸和平 還有機會嗎 問號 當在里在里面來講的 我在我在談到的是 我覺得 我覺得以 因為從朱立倫的當選 之後 那國共之間的互動 他是有 非常 強烈的 對兩岸關係的 和平期待 就是 如果 如果你這幾天的 九月 真的是9月30 如果以10月1號到10月4號後面這4天的解放軍的軍機活動 我認為大部分外行人都會說兩岸的和平已經沒有沒有希望了就說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寄希望於台灣的任何人任何的政黨 那擺出來姿態的就是呢我就記繼續就極限施壓 用極限施壓的方式呢對台灣的空房體系 對民進黨的心理防線呢做做全面的壓壓破 如果如果在過去 有沒有注意到就這幾天的時間如果是在過去 民進黨的大內宣的通常會是一種很興奮的口吻說來呀來呀來來越多越好來越多了之後台灣老百姓越討厭你 然後呢台灣的就反反中的情緒呢就更 強烈那我選舉就更好選 那你你過去聽到一定是這樣來呀就是 因為那是民民進黨的標準的語言的兩的兩道論 如果如果沒有沒有緊張他會說你看啊蔡英文當選民進黨執政就像我們每天在喊喊台獨 兩岸也就是這樣啊 那解放軍中國共產黨就指老虎嗎你怕什麼呢 好不過呢如果說解放軍火了就那就是呢 因為九月三三十號有有關鍵的講話是待待會講如果說 如果解放軍或者說呢大陸的國台辦社台的系統開始有非常尖銳的 那攻擊性的批判性的 這種的演習或者是或者是講話 那民進黨又會另外一個邏輯就說來呀來呀我我我就是我就是希望了你來來攻擊我你打我你罵我啊 這樣對我來講最好 可是 這幾天的時間 149架次 大批次的解放軍的軍機出海 如果知道這兩天 民民進黨的大內宣都不知道怎麼講 回到一個一個比較嚴肅的調子 去譴責批評 就是 中國大陸的 嗯破壞台海文破壞台海穩穩定啦 然後然後導導致的區域的區域的這動盪啦等等 這種的調子 我不是對錯就大模大樣關槍關掉 他就不是一個 一個在某些的事件當中來講急著尋找 他可利用的政治的 正政治的能量 他就不是 表示 就是 這四天的時間的解放軍的軍機的出海 有點把把把民進黨的宣傳部門給搞懵了把1450的都突然間給帶走了就帶到了就是1450都忘了該幹什麼 這這這幾天的時間的1450以及那已經民進黨的那那幾張 負責帶風向的嘴你們真是超級屍屍屍屍屍我可以感覺到 這幾天的解放軍的軍機的出海 所造成的民進黨的當局的心理壓力 讓很多人話不知道怎麼講 假嘴病啊嘴 第二個就是說呢 對於呢 對於這個密集的軍機出海到底想要幹什麼的判讀能力呢 已經不見了 所以連想要在裡面的做廉價的加工利用 那去撈撈撈一些呢撈一些呢政治的殘餘價值 的那種的不道德勇氣都沒有了 好 好那因為但是 我我說了就我我希望我希望民進黨包括蔡英文啊等等包括準備拿掃把拼命的蘇貞昌運動不要怕因為我我說了雖然149架是四天的密集的出海今天應該也還會有啦但是他的他的軌跡並沒有改變 就是他的軌跡並沒有要 要讓你你台灣覺得覺得覺得真的很難過就是覺得覺都睡不著 所以他出海的時候只要軍軍方巡力的那你入侵我防空識別區然後呢警告廣播警告驅離然後呢然後呢防空飛彈追監 OK 都是基本上 都還在標準應對 可是中中就說那大批次的密集的出海打破慣性的 而且呢快快速機的比例這麼高 殲16的戰鬥隊形 這麼的密集 到底想幹什麼 那這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什麼事 那進廣告回頭聊 最近的亞洲的亞洲的地緣 變數很多 因為昨天昨天的這按恩典文雄新首相的這個內閣的人士發布 同時同時昨天發布的10月14號解散國會 那10月底呢要新國會要選選出來 所以日本的開始進入到了選舉的周期 那南北韓的變化也很多 昨天的昨天是呢朝鮮的跟韓國 那全面的重開那雙雙方的這些熱線對話管道 那昨天呢也也是菲律賓的現任的總統呢 就是說呢杜特蒂的宣布要從政壇的退休 他說退休就說他選完總統之後不會去選副總統 所以我說在地緣上面來來講 我們就周圍周圍就台台灣的周圍就就這幾個國家嗎 這幾個國家現在都 都昨天同時都有一些的一些的事 那回到兩岸的部分了就說這解放軍的軍機的這麼大批式 這麼密集的出海他當然一定是要表達什麼 他也他也不會是 我有一些的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1450我我判斷了在帶風向說那沒有什麼呢 就只是一般的演訓 沒有人這樣子演訓的啦 就是要要演訓需要到單單日56架次嗎 然後然後38架次39架次56架次演訓需要12架 12架轟6K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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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整的轟6K的大隊一起出來 那那也不是一般的演訓 好那這幾天到底發生了發生了什麼事我我剛才9月30號的那一天 我在我把我把上個星期的新聞做一整理之後呢在在建立龍鳳配裡面我們談到就風向非常亂 就最近的風向是很亂的 不管是政治的經濟的地緣的或者是全球全球事務全球是中美關係 那最近風向也很亂的昨天我們在談談商商商頓商商頓的密訪新疆 出來之後他會講些什麼東西還不知道 大陸歡迎他 去 然後你看到昨天的戴琪 那美國的美國的ustr貿易代表署的這個就說華裔的 戴琪 戴琪昨天在csis 那講講話 那這個講話裡面來來講台灣的台灣藍綠兩樣型就說 媒媒體正常一點 就偏藍的媒體正常一點就戴琪的重點就他們將會呢 將會呢 拿掉一些呢 美國對對中國大陸的懲罰性 關關稅 可是呢你看到的民進黨的民進黨不能說民進黨的綠營的媒體呢 那個那個解讀的腦袋 故造就不一樣 他是倒過來的 他是美國貿易代表 戴琪說中國如果不遵守協議 將加重關稅 我在看看新聞是需要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訓練 好就是要要不然你光光看標題 如果你只看一份報紙 你會 你會 你會搞不清楚到底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好那 10月9月30號 五天以前的時候 風向很亂 兩岸和平 還有機會嗎 問號 但是我在我的我的重點是 國共之間的平台正在快速的恢復 那彼此之間的那個對話感 以及以及希望把兩岸的情勢 吻下來 就是你也不要不給我面子 逼我動手 但是 我也呢 不回避問題 準備呢 在兩岸問題上面的重新上線 這個是 上個禮拜 我覺得兩岸關係當中來講很重要的變化 雖然國民黨在台灣到底 還能夠號召多少人去 去去認真的思考國民黨的政治路線 我不知道 這個的接下去朱立倫的昨天 的新的團隊才剛發布 他就還有還有時間需要考驗 好但是9月30號的當天 9月30號的當天 國台辦講話 我把我把這幾天的時間了 我覺得那159架次的解放軍的軍機 的背後我認為很複雜的多東西 你你你聽我講完了就是 因為9月30號 國台辦講話國台辦講話是批台灣的外交部的吳釗燮 好那新聞大家自己找找來看我不多講了 就是批評吳釗燮就是不要玩火啦不要在 在在台台獨的路路上來越越越走越越遠啊就說他的大概就這樣的調子 好那這個是 國台辦如果那149架次貼著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讓台灣這幾天每天都非常的緊張 可是國台辦在9月30號之後就沒有講話 明天是星期三啦 理論上來來講國台辦還還是會有例行記者會 那明天可能會會講話 但是 9月30號之後國台辦的就不說話了 然後 10月10月4號 10月4號呢美國的美國的國務院的發言人price net price 講話就開始 看著解放軍連續三天的軍機出還沒有做昨天的56架次啊 就是呢38339呢然後呢是18架次的解放軍的軍機 net price呢就在國務院裡面來講的記者會裡面就就就開火了 就就開始的重申了台灣關係法六項六項保證迫害台海穩定 然後呢承諾了台灣的安全如何如何 好那net price講完了之後 大陸的外交部這幾天的時間 有關於這件事情唯一的講話是在昨天晚上 是在呢是在大陸的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回應net price的講話 那 華春瑩的重點就是 解放軍的演演習的事情台海的事情兩岸是輪不到你美國的說三道四的當這也是標準的講話了 但是我在告訴你就是說這幾天的時間 呃除了你看到的那159架次的每一天的排隊的密集的出海把台灣周圍的空房 台灣台灣的軍方台灣的軍方今天早上你看到的是在台北的上空啊 直直升機12架的編隊然後然後然後幾架幾架的這個 這個呢就就是那雷虎小小組的表演在這位呢是10月10號的國慶日在做準備表演 可是呢你看不到的地方 是在呢防空識別區的邊緣呢我們戰機不斷的不斷的升空應對呀那個壓力很大 好但是我說 我為什麼要要把這幾天 除了那159架次之外其他的發言系統 政治系統的相關的講話我整理完了做其實你會發現非常的擔保啊 除了net price的講話跟跟華春瑩的回應之外 幾乎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沒有任何關於那一百九一百五十九架次的講話 好那你可能會說 沒有很奇怪嗎不非非常奇怪 呃你回你你回頭去看了就說 解解放軍如果要要透過 透過所謂的軍機的出海 去 表達某些的什麼 我們看飛機當然只是看看就飛飛來飛去嘛我們甚至看不到只能夠看新聞而已 那我們認為說他在他想要去反應什麼想要表達什麼 那都是透過發言系統 你回頭去看 往年如果 過去像這種的 這種的就是說 解放軍出海 飛行 編隊的形式 這麼的密集 他多半會伴隨著 伴隨著 有的時候甚至更早講 或者呢在在演訓結結束之後就會講 比如像東部戰區的發言人 就會就會出來講話 說 我們今天呢 今天呢 執行的什麼什麼樣的演訓 然後呢今天的演訓的是為了像什麼什麼 那表達了什麼什麼 你回頭你回頭去看過去的 只要是這種的軍機出海 大規模的出海 在當天或者說呢那一兩天之內 一定會有來自的解放軍的系統通常都是東部戰區 透過發言人 去告訴大家去跟大家幫大家解釋 免得大家亂猜 因為風向很亂 大部分已經已經搞不清楚是要往哪邊走 那就算 好我努力的去問呢 去把功課兜下 把過去的一些的 歷史的資料跟操作的邏輯整理 我還是猜啊 不猜能能怎麼樣 那因為 這一次 沒有沒有任何的發言系統出來講說 為什麼這樣飛 為什麼這樣飛 好所以大家用猜有人猜說 因為在應應對呢 在這個菲律賓海的 菲律賓海的這個大規模的軍有 我相信這個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啦 那 這個是一個合合理的 所以我我我昨天講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解放軍大批次的出海 同時呢又貼著防空識別 沒有碰海峽中線 他 固然也 by product 就說呢這種by effect 在 附加的效果 是讓台灣緊張 可是他主要的 是要讓隔著太平洋的美國 讓給美國看 否則不需要動用到這種的密集的大批次的高強度的戰鬥隊形的 同時 不遠的地 地方 包括的 美軍的這些呢 航母戰戰鬥 美國有兩個航母戰鬥群啊 英國有一個航母戰鬥群在這裡啊 法國荷蘭紐西蘭都有戰艦的在在這附近啊 在舉行大規模的軍演 我相信這樣一個密集的批次的出海 這些呢在眼形當中的船艦的雷達一掃都可以掃掃的到啊 換句話說大家都是在雷達上面打招呼 沒錯 就是在雷達上面互相打招呼 我不是沒有反應你再來你試試看 當然來了之後會怎麼樣也不見得真的會打 那就是告訴你 我是有反應 Rin有 關於是 您打不齊 藝不館 也 aprove讓你 persones 少爺 有人 Dire 宅 聖 徒 斸 穩 住